有人说没有到过六合夜市就不算是真正的去过高雄 因为它的知名小吃非常的多 其中呢不乏经营三四十年的老店 不但是国内外掏客喜欢 在开放这个观光的路客之后呢 更成为路客的必有景点 而六合夜市的高人气 也引起了对岸业者的高度兴趣 打算呢引进台湾的小吃 在大陆复制台湾的夜市文化 入夜后的六合路车水马龙人潮汹涌 游览车再来一团又一团的大陆港澳游客 走进六合夜市迎面而来的都是大陆人 听到的也竟是来自大陆各省的方典口音 而讲到六合夜市的美食 几乎每位大陆客都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健康不是木瓜鲜奶 你们很喜欢六合夜市吗 喜欢不过就太短了 你们台湾什么都好吃 特别是水果 这个最好吃是什么 这个 这个牛仔蛋炭面吧 原厂地 我们肯定到这里来喝这个东西的 那个乌鱼子很好吃 好吃吗 嗯 还有珍珠奶茶很好喝 六合夜市令路客流连忘返 除了道地的台湾味和人情味之外 这几年来 高雄市政府在这里进行的道路和景观美化工程 也功不可没 希望政府 我们给我们加强 说那边没有 东边那边没有厕所 尽量找一个地方 给游客方便 是这样 这样我们这边就有 现在排楼用起来了 明天要 要那个验收 希望能够带动我们这边的经济 要让夜市的生意好一点 六合夜市是南台湾最早的行人徒步区和国际级观光夜市 也是高雄最具代表性的夜市 道地的口味 通道的价格 亲切的服务 让六合夜市雄聚南台湾闻香半世纪 如今更将跨海远征 在大陆复制台湾夜市成功的经验 12号16号还有张州一个万达广场要开幕 我们现在有一百多摊过去 今晚六合夜市在观光客心中的地位 已经不可动摇 但市府及摊贩自治委员会 仍不断地规划各项夜市的改善工程 希望让六合夜市与时俱进 配合高雄的建设 继续成为高雄观光的领头羊 港东新闻王杰士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